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以后这种鱼买回来 不要红烧或者清炖了 今天就把我奶奶做了99年的方法 教给你 保证你从来没有吃过 9块钱的鱼头 从背部切开 我们这边叫胖头鱼 你们那边叫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切好后用长浆水洗掉表面的粘液 由中锅热倒入葱姜蒜洋葱 用你的左手炒出香味 这是我奶奶做剁椒鱼头的方法 希望学会的给个爱心支持一下 谢谢了 然后摆上金针菇 接着摆上你的大鱼头 好吃的关键就是铺上一层调整好的剁椒酱 其他油盐酱醋都不要放了 然后顺着锅边淋上一瓶82年的啤酒 盖上锅盖中火焖11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淋上热油即可出锅 这样炖出来的剁椒鱼头 鱼肉鲜嫩非常的下饭 喜欢吃的赶紧做起来吧